哎呦 你们这怎么又拍很多新闻呢 确认主持人啊 不用这次我们不需要主持人 我们这次不需要 别打导演啊 我觉得我没问题 就是咱们这标题啊太严肃了 得换一下 真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安村新闻 啊不对 咱们安村大新闻又跟大家见面了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将直播安村村长竞选辩论 还有minterm季的专题报道 精彩 无容错过哦 时光飞逝 转眼间呢 minterm季来了一批又一批 当年的选课少年 如今又有了新的生活 本期minterm季专题栏目 我们将一起在你探索 选课少年 即便选上课 也没什么管用的背后故事 走进学渣的动物世界 春回大地 冰雪消融 万物复苏 又到了松鼠交配的季节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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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错稿子了 哦 今秋十月秋高气爽 又到了一年一度 一年十几度的minterm的时间 看 这里就有一只野生的学渣 学渣是一种不用不罕见的物种 在各个小学 中学 大学中随处可见 今天 我们就来走进这只大学学渣的日常生活 没有do 没有midterm的时光 对于学渣而言 是无比快乐的 通常他们会在中午时分起床 然后一直与手机电脑为伴 或是打打游戏 又或是刷刷微博 渴了喝喝饮料 饿了就下碗泡面 不会整理房间 不会开始学习 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美好 由于学渣这种物种的特性 他们经常会选择性失忆 比如忘记自己需要上课这个事实 但这种失忆也是间接性的 他们会在midterm之前突然恢复 然后匆匆忙忙背上书包 去参加review section 妄想着能绝地反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介绍学渣的天敌 学霸了 学霸和学渣相比较为稀有 学霸并不以学渣为食 但他们常常隐藏在学渣之间 在midterm之后显露真身 从而对学渣造成一万点心理伤害 学霸的本日宣歌 学霸也要来愣买学习吗 学霸也要来愣习学习吗 ersch生气额 不 白 如 香 水 了 那 比如 这后一题 你会做 看 知识学札竟然会主动学习 没有错 只有在midterm之前一晚 学札才会有这种违反自己天性的行为 然而 学札还不知道 悲剧将在之后的几天上演 现在开始考试 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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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学霸考的咋样 不好啊 你啊 哎呀 我这考的必捡 Curvy家说不定有A姐了 没事没事 考的不好 你还有Final吗 对不对 这一次不算什么 哎呀 既然扣了一分 没有拿满分 我要去Professor argue去 难受 香菇 K.O 在这里 我代表世界学渣保护协会 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期安村新闻的 哎不对 咱们安村大新闻的全部内容 超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